其实成功的背后 家人支持是很重要的 像是接下来这位热桃店老板 研发出创意料理 让钓虾场牵引一炮而红 他早在13岁就接触了牵引业 但当时受不了老师傅的打骂教育 逃跑了加入帮派 让家族蒙羞 他选择离家出走 12年后又为什么愿意回头重拾桌产 开店接连失败之后 又如何学会弯腰的 带你一块了解 不要再压 我的虾子完全不裹粉 虾子裹粉再怎么吃都吃到那个粉 肉完全没有味道 桂花虾的重点 除了吃它的味道以外 它的重点就是再大于它的滑蛋 咸蛋黄包裹住准只虾 咸香又不油腻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结合台菜跟快炒 自己研发出30多种的虾料理 引起其他钓虾场跟风 专专找专业的厨师来经营厨房 看似改变了钓虾场的生态 但洪浩则说 其实是池子里的泰国虾 让他重生 我们现在要先剪虾 对料理有着不能妥协的坚持 因为洪浩浙13岁就开始学餐饮 只是当年老师傅的打骂教育 让正直青春期的他受不了 没学几年就逃跑 我印象最深刻 有一次我好像是 盘子 它炒好了盘子来不及送了 它就直接 就那个铁桌嘛 就直接放在上面 热的烫的 而且是勾芡的东西 我们要把盘子 要用手把它这样子放好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那个葱姜蒜 来不及补过去 草苗就往你的头猫下去 受不了师傅的打压 然后就偏了嘛 到16岁出国深造 20岁回来的时候 有立志发奔图强 要当好的厨师 但是其实人的抗压性 真的有差啦 对啊 然后也是一个英雄主义 那就是那个时候 就加入了所有的帮派 公司 只要在我们家族里面 讲到我的名字 他头一定都低低 丢脸 我爷爷以前是心痛分局的局长 局长 这么大的高阶警官 然后你加入公司 对啊 我有被抓去验DN的耶 嗯 家里得不到的认同 洪浩哲索性 在帮派中寻求支持 邪气方刚的年纪 跟着兄弟成兄斗狠 最后索性连家也不回 一走就是十二年 从二十二岁离家 到三十四岁才回家 然后中间 而且是奶奶叫我回家的 说在外面流浪够了吧 还回来 很复杂 当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哭了嘛 在于我的认知 爷爷就是 很勇的 警官 哎 奶奶就是贤妻良母来型的嘛 对啊 我的印象中 停留的 他们的长相跟容颜是 没有那么老啊 可是当我在看到他们的时候 老了好多 真的老了好多 到奶奶叫我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我会崩溃 怎么可能会老了那么多 子余养儿 亲无带的担忧 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洪浩哲 当下决定要和过去了断 他重新找师傅学料理 像是这道蒜泥虾 一般人家的蒜泥虾 要整只虾下去生而已 但是我们必须要剥开 但是我们必须要剥开 其中最重要的酱汁就是他让此回头的证明 这道菜 老师傅我都是给他在那个时候偷偷用 那你当你要学到工夫的时候 你要巴折他 然后巴折他的他一定会骂你啊 你不要惩罵你就巴折他 其实曾经也有人问我说 当初你的过去将决 我怎么可以忍受人家骂你 我不要赢人家伤口啊 这是我必须承受的 被骂归骂然后 可是起码师傅有看到我们 想要学的那个事 这个改变的话说实在的 打到满分都不为过 会为了一个家庭 而做这样子的牺牲跟改变 其实不简单啊 你说现在要所谓的浪子回头 能回头的到底有多少人 真的很少数 那时候一个月一万七而已 根本无法可以想象 一万七要怎么过程度 以前在工资的时候 一个月有回头 一个月一二十万跑不掉吧 其实在那半年很难拿 可是讲真的会很珍惜这一万七 知道赚钱不容易 也为了不离不弃的太太 和一双儿女 洪浩哲决定自己创业 他卖过北方面食和快炒 都以失败收场 因缘际会接下掉沙场的厨房 凭着创意和美味虾料理 慢慢做出口碑 刚刚接下来的时候 我一天才做八十块而已 八十块一份炒饭 对 就像人家讲的 你的料理可以吃嘛 不然你不要吃的 你甘味吃的人家 可是当我们呈现出来 又是要另外一面嘛 怎么弯腰 就是问自己 你要的是面子还是要的是钱 以后很多人看不起 我赚这十块二十块啊 那又怎么样 我生活过得去 我的小孩 我的老婆 过得好就好了 我又没有靠你们吃饭 我是靠我的客人吃饭 来 来 来 我开始吃饭 我今天就像饭 我íp了 我给你有一点 我都把饭 还要熟 开饭 在这里 呃 煮饭 它是米饭 是米饭 它是米饭 跟肉丁 再接著上市場 跟太太一起採買食材 生活忙碌卻踏實 這裡有拍攝嗎 我們多少拍攝嗎 沒有 對啊 以前也比較高就對了 沒有 在地圖的啦 在地圖的就比較高 我很高興 我很能量 其實我們都高興 做幾個老式的 我做大哥很久了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 從來不知道怎麼叫大哥 笑談過往 或許曾經誤入歧途 但靠著家庭支持 和自己的決心 洪浩哲努力的創造 新的人生篇章